大家好 我是嘉義長根中醫科蔡寅寅醫師 那今天來為大家介紹這個 平常在家裡保健增強免疫力 那緩和這個咽喉不適 或者是覺得鼻腔乾燥的一個中藥茶的茶飲 那它主要組成是 金銀花、蓮翹、板藍根 這些清熱解毒的藥材 另外呢還有川瓊跟防風 那就是作為活血止痛的藥材 有時候感冒剛開始的頭痛也很適合 來使用這一鐵茶飲 那結梗呢就是有清煙立隔的作用 可以舒緩喉嚨的不適 那最後再加上薄荷清涼的效果 那喝起來的話是會有一點微苦的味道 如果你覺得太苦的話 也可以自行添加少許的冰糖 作為調味 那飲用的時候 除了飲用我們也可以 讓它作為一個藥材薰蒸的作用 那這邊呢我已經事先的用 滾開水泡好的茶 那最後再加入薄荷 薄荷我們一般在中醫中藥裡面 我們都是後下 就是說前面的藥材泡過以後 我們最後再加入薄荷 以免它的有效成分揮發完 那薄荷加進去後 就會有一個清涼的味道 那我們就放在鼻子前面來吸它的蒸汽 可以做一個濕潤鼻腔 然後通翹鼻翹的作用 那最後等茶湯稍微放涼 過濾就可以飲用了 希望你能夠喜歡今天介紹的這道中藥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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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